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末炼金书》 我是庆普通 《周末炼金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书名叫做《政治成为一种专业》 这是天下文化出版社 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是 清华大学的何志勇老师 在谈这本书之前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位历史人物 或许知道这个人的听众并不多 他是在1935年 很早以前就得到 诺贝尔医学奖提名的一个候选人 他中文名字叫伍连德 因为他是华人 他也是有史以来 第一位被诺贝尔医学奖提名 候选人的华人 后世很多人都认为 他是中国最早的公共防疫专家 第一名 就是大家非常尊敬 他在防疫方面的专业跟贡献 在1910年10月的时候 中国的东山省 发生了人类史上第三次的蜀疫大流行 这次蜀疫的疫情 造成了东北六万多人的死亡 这个蜀疫大流行 在这个伍连德博士 他接任这个防疫全权总指挥官之后 在短短四个月就彻底 完全肃清了这个蜀疫 那伍连德他发明了这个防疫 也就是防蜀疫的口罩 被认为是现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这种防疫的这个N95的口罩 可以说是始祖 1910年10月爆发鼠疫 是从中俄边界一些捕捉 这个土拨鼠的两位劳工身上所爆发 那当时因为在中国山东河北 发生旱灾 穷困的这个大批的这个游民 都北上出关去捕捉土拨鼠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土拨鼠的这个皮毛加工后 就可以冒充成这个假的貂皮 卖到国外 在这么大的利润吸引之下 有很多不孝的商人 就纷纷去这个招募 这些劳工出关 也就是到北方来捕捉土拨鼠 这两位染上这个鼠疫的这个劳工 很快就被俄国人赶走了 他们就被赶回了哈尔滨 这两人感染的这个鼠疫的这个赶菌 就迅速的散播 引发了这一场史上 第三大的这个东北鼠疫大流行 伍连德博社 他这个本人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那时候叫马来亚 在英国剑桥大学 他得到了这个医学博士学位 在马来亚吉隆坡行医多年 他的岳父其实是这个当地的侨领 也曾经参加这个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也参与了这个反清革命的运动 那伍连德因为汉曾经担任过大清帝国 驻英国公使和这个驻美公使的这个施兆基 其实施兆基当任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首任驻美大使 他们这个彼此相似 所以东北鼠疫发生之后 在施兆基的这个大力推荐之下 当时这个龙玉太后 也就是这个宣统皇帝溥仪的母亲 就在这个他们的推荐之下 亲自任命了 伍连德成为东北鼠疫的总指挥 伍连德防疫成功的关键 最重要是在于他早早就排除众疫 确认东北鼠疫是经由 飞沫和呼吸传染的这个鼠疫感菌 它是一种急性肺炎的鼠疫 就跟我们现在担心的COVID-19像 都是经过飞沫和呼吸传染 这个鼠疫和过去是由老鼠身上的 鼠疫感菌 散播的这个传播传染 所引发的这个鼠疫是完全不同 为了这个防止飞沫传染 何连德就设计了刚刚讲的这种 所谓的N95始祖的这种口罩 这一种很简单 就是用两层纱布 然后在这个纱布的中间 放一块吸水药棉 用来这个隔离传染 而且成本非常低 只要当时大概两分半一个 后来人们就称这个口罩 称武士口罩 因为是他发明的 从医务人员到民众 人人都戴上这个武士口罩 再加上呢 这个武连德严格的执行这种隔离政策 以及他强力实施在中国历史上 首次这一种集体去焚化 这个因为染上乳疫死亡的死者的 这个尸体 这样的一个措施 这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做过 所以东北鼠疫从201年12月 他接任这个总指挥之后 四个月之内死亡人数就从 每天的几千人到几百人到最后就归零了 就完全肃清了鼠疫 武连德的成功防疫啊 阻止了这个鼠疫南下 入关了这个到中国的南部 这个可以说是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了 经过此役啊 这个武连德这个声名确起啊 赢得了全中国 甚至是世界各国的赞赏 那当时梁启昭就称赞他说 科学输入50年 这个我们国中啊 能够以学者资格和世界这个学者 并论着这个智新年 武兴连博士 仅此一人而已 这个1960年啊 这个武连德就死在马来亚 那英国泰伏斯报也称赞他 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 留给世人的一切 更值得我们引以为傲 那英国的医学周刊也称他 他的事是使得医学界 失去了一位传奇人物 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无以回报 我们永远感激他 武连德可以真正称为 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谈 今天要谈这本书 就是政治成为一种专业 欢迎回到中文年news 我是金普通 中文年news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政治成为一种产业 这是天下文化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是 清大兼任助理教授何志勇 何兄你好 金老师你好 很开心 有机会上话这个节目 久仰金老师 今天第一次见面 不敢当 那这个 这本书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深有所感了 因为我自己 这个现在虽然 这个已经退出这个公职 但是看完以后 我自己也做过党务工作 我觉得他指出了一些现象 不只是美国人所有的 而是一种全球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 全球现在都走向一种 所谓的政治的分立 然后这个 为什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然后民众的这个 机缘越深 反而更多人越来越支持 这个威权主义 我觉得这个中间 彼此之间都有一些关联性 那写这本书的人 其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商业策略大师 这个Michael Potter 那跟他写的 另外这个作者女生 这凯撒林Gale 她是本身是企业家 然后是从事商业的 所以他们两个都等于 算是这个商业的人物 但是他们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这个名称就很清楚 就是他要一个 所谓的政治创新 去推一个新的制度 去打破现有的这个游戏规则 你要不要跟大家先谈一谈 这个作者认为 他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已经变成一种 自肥的政治产业复合体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政治产业复合体 而且他认为已经是被共和党 跟民主党两大断 这种所谓的双头垄断了 已经变成一个政商勾结的怪胎 觉得不但不能够解决美国今天政治的问题 反而变成解决美国政治问题的最大障碍 但是美国人民对这种现象却视为常态 那作者他的理由在哪里 他想告诉大家是什么 其实这个一般之前听到是 这军工复合体 就是军人工业 有时候政治大家绑在一块 让这个一方面政治目标的税型 然后军事产业能够发达赚点钱 那政治复合体 他讲的这个叫双头垄断 其实讲就是说怎么样 这个政党跟媒体 还有像选民或者是智库 这些单位还有政治人物 全部绑在一块 然后把那个进入政治的门槛拉高 不让外界的新人或新的力量进去 保护自己 然后为所欲为 然后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没有解决问题 然后却希望能够继续留在这个政治圈里面 那双头垄断 大概就是讲共和党跟民主党 美国两个历史上最悠久的政党 那在美国其实两党 并不是没有第三党 还是有很多小政党 但是因为这两党的到现在 我们看得出来 几乎所有的政治的席次 还有总统大选的这个参选 大概都是这两个党的 上次有比较厉害的人出来 应该就是1992年的这个陪落了吧 他拿19%的这个普选票 但是之后就也没有再看到了 那这个作者就觉得说 现在变得有恶性循环 那老百姓也不太关心 那刚刚金老师提到说 为什么老百姓不太关心 我觉得其实大家想一想 这本书跟在台湾状况 如果你不特别去分析 你会觉得他其实也在讲台湾 反映绝大部分台湾的政治现实 那主要还是老百姓觉得 对政治很冷感 那政治在台湾其实从90年代 记不见那时候从民进党新党 然后一路就哇 反李登辉就搞到政治全民运动一样 到现在其实一般年轻人 对政治是不愿意看 那看比如说像政论节目的 也都是固定的收视群 而且年纪是偏大的 那老百姓都不愿意出来投票 那即便像上次我记得2018年吧 寒流那一年很红嘛 像新竹市这种地方 这个年轻人居多 年纪我记得是38岁 是最低的 也有40%人是不出来投票的 在美国也是 美国现在全体的这个普选 总统大选大概有40%不出来投票 对 所以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重点 他说美国人几乎把这样一个现象 就这一种所谓的不健康的这种竞争 政治被垄断的现象视为常态 他在书里面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两条鱼在水里游 游游游游 当然你视为常态就知道 你就已经是冷漠 没有感觉 你已经是被他包围而不自觉 就是你已经习惯 所以这个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策略大师 Michael Potter 他就认为说 目前这个美国政局 政治华府 也就政府里面跟国会 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整个的选举机制 跟立法机制 通通都被垄断掉了 都受到党派的这个控制 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谈一谈 他这个 这个所谓的武力架构 因为这个 Michael Potter 他最主要当年提出了一个武力架构 是在分析这个企业的竞争 所以他今天把他这个政治形容成为一个产业 就是用商业的这个眼光来观察说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 因为这商业当然很清楚 就是说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 如果这个产品不好 很快就会被客户或者是买主 消费者就淘汰了 那为什么今天美国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 大家对政治这么不满 对国会这么不满 它却能够长久的存在 所以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用了这个武力架构 他把它应用在美国的政治上 说明美国现在这种不公民的竞争 妨害了人民的公共利益 好 那但是从武力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 他是出现哪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你要不要从这个选举机制跟立法机制 慢慢跟大家谈一谈 好 其实这个Michael Potter 他之前的一个武力的模型 大概就是讲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 还有买家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power 然后还有这个供应商呢 以及这个替代品跟新进入者的 这个权利这个部分 那其实第一个啦 就在因为政治已经被垄断了 被政党垄断 你想想看 大家如果对美国政治不太熟悉 想想看台湾吧 其实小党很难生存 独立候选人很难生存 那因为市场竞争就不在了 那门槛相对来比较高 那换句话说 政府其实到后来 因为没有市场竞争 他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为什么美国前总统的 一根情绪说过一句名言 叫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一个注解啦 那另外在这个政治被垄断 双头垄断了的美国的情况下 买家 他讲的买家 其实又分客户跟通路商 客户是谁呢 就是选民嘛 但你会发现说 在政治两极化 就是partisan的这种 ideology的状况下 中间选民其实被排斥了 因为中间选民不投票 谁去投票 谁去投票 美国有初选 台湾是没有 台湾有人躲在 手在电话机旁边 揭 初选民调 这些是哪些人 大家其实也想一想 他可能就不是中间选民 所以中间选民在美国被排斥 那政党会去特别拉拢那些 比较有热情的 或者是基本盘的民众 他会参与初选 他们支持 然后有钱的人 政治捐款者 讲话比较大声 利益团体也是如此 像莱夫昌协会 这个是美国那个枪支 他绑架多少 对他绑架多少 这个美国的参议员 一年花多少亿的美金 在做游说 这个都是 这个客户 他其实已经扭曲了 另外通路呢 媒体 媒体不公正 其实现在台湾也有 就是很多大部分 你看到奇怪的时候 大家喊绿媒 但有人想 哎呀那红媒 等等 就是说他是为特定的 政治的理念来服务 甚至有些新兴媒体 他逐渐取代了传统媒体 造成传统媒体也惊慌了 所以他可能也变成说 抛弃了过去 可能独立自主的判断 他可能就跟一些特定的 政治的力量能够结合 希望能够生存 那甚至这些媒体 可以跟政党一起塑造民意 他有这个framing 就把一个气氛弄出来 能够让执政党 能够继续推行这政策 那另外就是供应商 供应商呢 就是说 谁是供应商 候选人 你没有政党的奥远化 即便大家讲说 以前什么 那个叫什么 那个太阳花 后来是时代力量 他也是政党 没有真正的所谓的 中间的 或者是无党籍的 柯文哲也搞政党 在美国其实也是如此 你是独立候选人 你就很难进入这个门槛 那专家也好 智库也好 民调公司也好 他也是为这些政治的 来服务 因为他要赚钱 所以那个民调 有时候 您是民调专家 民调光一个 我要做个民调 我要帮他做区分 十等分 我要是从一到十给分 还是从零到十给分 这个都有 这个都有这个 中间的妙逆在 题目的设计 会不会引导 这个受访者的回答 对 所以我是 如果我是民调公司 如果一到十的话 他是六十分 我就让他从零到十开始算 那他 因为你是反对 如果反对这个人的话 民众可能就给他零分 他会从六十分变五十分 他会变不及格 那政党就可以操作说 他是不及格的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门槛 你知道吗 所以你没法进入 新进入 替代品跟进入成进不去 美国有一个有趣的东西 它叫叫 很多州 44个州 有说要输不起法 在这本书里面有讲 你只要参与 说如此 你只要初选 输掉了 他就禁止你 以独立候选人身份 再次去竞选 所以有人说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个企业界都有反垄断法 美国从19世纪 开始搞这些东西 但是抱歉 在作者里面说 这个政治产业 不适用于反垄断法 所以这就是 他会用武力的模型来分析 但是他告诉你 很怎么说 ironically 就是很讽刺的 这个东西根本 没办法做 他讲的武力 就是五种力量 就是五个平淡的 一个黄金标准来看 所以刚刚讲的 就是说 他在商业里面就讲到 说供应商就说 等于说你生产一个新的货品 到最后到达这个客户 也就是购买者之间 中间在这个过程之中 哪些商品会存活下来 哪些会这个被淘汰 几乎就要看说 好 现在的竞争者有哪些 那可能的这个替代的竞争 有哪些 有些新的竞争者 同样产品的 一模一样的进来的 有哪些 然后再经过这个通路 就是所谓的宣传 或者是这个 所谓的运货的管道 通路管道 到最后到这个 所谓的客户 也就是购买者 您刚刚讲的 即使是这个后面 这个所谓的客户这一块 也就是选民这块 里面都要分两种人 刚刚讲 其实他在书里面 特别提到 这些人里面的权力 是不平衡的 对 因为政党要讨好的里面 那些是又有钱 对 又有选民 那些特意 所谓特殊的利益团体 您刚刚讲到 这个所谓来福枪协会 他在美国你知道 您只要做民调出来 永远都是超过 半数的让人 认为应该枪支管支 但是在美国 这么多年来 就是过不了 因为他有550万个会员 是 他常年进行游说 他能够指挥 他下面这一些 所谓550万个会员 说你投给谁 对 那这样子 他会有这个影响力 其实这个作者就指出来 就说 这跟每一个政党的初选制度 台湾的政党也有 民进党 国民党 这个大党 都有这个所谓初选制度 他把这个初选制度 觉得是最糟糕的一个制度 是造成现在这个 所谓整个劣币驱逐良币 如果讲的严重一点 就是把温和 有改造理念 有创新理念 想要进入政坛的人 通通都把它给堵死了 对 其实还不算驱逐 是根本不拉近来 进不来 进不来 他弄得像政孔很小 他形容 你根本钻不过这一条 你要不要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他认为这个党内初选 跟相对多数完全 这个就是选举的办法 相对多数当选的这个制度 完全妨碍了美国的 这个公共利益 为什么 他提出了这个五强投票制 他认为可以改革选举机制 可以改变游戏规则 他的内容 以及他的好处是什么 那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就请您就这个问题 跟大家说明一下 欢迎回到中美令金书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本书是 当政治成为一种产业 他的副标就是创造民主新制度 这是天下文化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本非常能够引起共鸣的书 因为他谈到是美国政治的现象 但其实在台湾有很多 几乎是一个完全可以体会的同样的一种陷入的困境 那今天跟我们谈这本书的是清大兼任助理教授何志勇 何兄 我们刚刚谈到了 这个他认为这个党内初选 其实是这个选举机制里面的党内初选 加上这个多数完全胜者全拿的这种选举制度 是对于这个整个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等于说是有害的一个毒物 您要不要多谈一下 好 其实刚刚昨天讲的应该就是相对多数 一般我们讲这个民主政治就是算人头 有相对多数跟绝对多数 但是因为这样的选法就会造成说 我们必须要在不管这三个五个十个人里面选出第一名 那这第一名会获得哪些人的支持呢 这就是作者里面在要我们深思的部分 就是说谁会去投票 会去投票又是哪些人 所以记不记得几年前 那时候川普还没起来之前 如果大家有关心一下国际新闻的话 当时美国有个叫查党 那个就其实会有点像我们当时 你的总统候选叫什么名 副总统候选 培林 培林那时候 他就是查党的这个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好买了一份部眼镜 跟他是用同一个牌子 卡哇沙키 日本的那个是没有没有那个螺丝的 所以当时这些查党这些人 比较白 年纪比较大 以男性为主 然后他们都很热衷公共参与 那他们的参与的方式就是去投票 然后去参加政治集会 然后后来川普那一年要选举 没有人看好他 因为他第一个他换过五次政党的经验 第二个有人觉得他是小丑 但是没想到后来他就是靠这些比较保守派的力量 这个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 共和党里面又分保守派跟没那么保守派 那一般讲我们讲conservative是指共和党里面 比较偏激的那些力量 那查党当然是其中一个 那所以为什么很多老百姓觉得说会有无力感 英文有个字 政治学上叫做in-efficacy 无力感 就是说我今天去投票 我投入 那我政府的政策会不会因此有改变 那大家觉得不会 所以他们也不太愿意再去投票了 那所以像这种相对多数的做法 其实会造成选民在投票时候 因为你只能选一个 他可能就没办法把票投给他最喜欢的候选人 因为他希望 他的第一右线是希望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不要当选 所以会有所谓的策略性投票 这金老师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那策略性投票结果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第二好 或者是第三好 那当然好我们把他挂好起来 因为他可能没那么好 那个人会出来 那这个作者他们就希望说 能够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翻离 然后用这个所谓的 Final 5 Voting 就是Top 5这种方式 再加上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中文他刚刚怎么讲 他叫做这个Ranked Choice Voting 就是让排序的 他的票 优先选择 优先选择 对 来做变更 那什么叫做Final 5 Voting呢 其实大家都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美国阿拉斯加州 台湾气势倍大 他今年就要这个通 要开始施行 还不是通过叫做Top 4 Top 4 他其实跟他很像 跟他的东西基本上一样 他怎么选呢 他是在初选 台湾其实因为初选跟美国不太一样 他的这个Top 4初选 其实就是那概念就是说 我开放 让所有的人不管你的党籍 你都来参选 然后我举前面四名进入普选 那这四名 有可能都是同一个党的 那我举个例子 在2016年 大家知道这个贺锦丽 贺锦丽过去是这个加州的参议员 他在2016年 参与参议员的时候 就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的对手也是民主党的 为什么 因为加州在2012年 采用叫Top 2的这种 Voting的这个System 他就是初选 让大家都来 所以后来选出来 因为加州其实都主要是民主党 所以出来都是两个 都是民主党的人 这个我昨天跟一位 这个当国立法委员 后来进政府公职的 这个朋友在谈 他都认为说 好像不可行 但是我说你要仔细再去看看 这个Michael Porter 他强调的是什么 他特别强调说 因为你党内初选里面 会去参加党内初选投票 大部分都是这种政治意识比较强的 比较热 怎么讲 比较热心的 或者是比较狂热的 那他会让什么样的人出来 就是变成这个会采取 政党对立强硬硬场的人 强力硬场的人 他才容易出现 所以就变成说 美国的很多参议员 众议员要选举之前 他们就会问他说 如果有一个有关公共利益的这个提案提出来 你会投赞成或反对 但是这个利益又跟你政党的立场不同的时候 他说他绝对不敢 因为他如果投了跟政党立场不同的 他就可能会变成这个 所谓初选就会落败 因为所谓这一种相对多数 就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缅英州一个州长 就是查党的 你刚刚讲的 他在这种这个原来的初选制度里面 他就一个人就拿了37% 对不对 拿了37%左右 其他人都比他少 他就赢了初选 可是你想想看 他只拿了37% 他后来去这个参加普选 就是不管民主党共和党都可以投票的时候 他也只得了37%多 可是因为他的37%就足以让他赢 他党内比较温和的 有一个如果出来普选 一定有机会赢的人 对 也会赢的人 就没有办法出现 比较温和派就没有办法出现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你这个党内初选就变成说 只是让这种喜欢制造对立 或者强硬的人 立场强硬的人会当选 那他这个所谓的优先选择制 就很棒 优先选择制就是说我们讲的 你可以选说我第一选择选A 第二选择选B 第三选择选C 对不对 好了 你如果第一选择选的A 结果在初选中没有出来 没有过半 不是在初选 在最后普选的时候没有出来 他没有出来 那你的这个票呢 不会这样就浪费掉 对 你会投给你的第二顺序 对这样 你要先注明谁是你第二顺序 对对 因为你选的时候12345 就是你按照出来 你自己的顺序选的12345 然后会把最后名给消掉 他把最后名排除 然后重新再计票 对他就把最后名就排除 然后你的票就归到你的第二选中去 对 所以这样子候选人就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就是说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顾及 他要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而不是少数强硬派的支持 对 所以他的政策会比较温和 立场比较温和 他就不会发动这个负面攻击 把这个选举搞得很血腥 或者很这个所谓的恶意 这个污蔑的事情很多 因为第二轮的是 大家在选的时候 很多人的票就会重新分配 就是普选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会让整个的选举制度 就是好的人 有改革意念的人 就敢有这个立场 去对抗他党里面 对他不合理的要求 就不会被党派所控制 其实他这个 在我们从事经验来想 我觉得是绝对可行 而且绝对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待会来听听 您再跟大家谈一下 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谢谢 欢迎回到《中文电影经书》 我们今天是跟何志勇 和老师一起谈 这个政治成为一种专业 天下文化出版的这本书 这个何兄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所谓的 相对这个多数改成 这个优先选择制 然后把党内初选 变成不要只限于 自己的一个政党 而是这个所有的 不分立的一个党派都来参加 然后前面最好的五个人 来最后参加这个全民的普选 这个当然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 因为美国五十州 每一个州自己的法律 容许他们自己去定 他们选择的办法 在台湾当然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他讲的这个道理 我刚刚讲的 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 刚回到这个刚刚金老师讲说 因为如果你只选一个相对多数的话 常常会有那种比较强硬派的人 他会出现 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台北 整个台湾都还是那种 大选区的立法委员 你常常看一个台北 可能北区南区 就可能各选五个吧 我记得 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吊车尾 有时候都是怪怪的人会当选 很多小丑都当选了 所以现在变单一选区 基本上就比较 没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单一选区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他不是 中间的人他可能也出不来 他可能出来反而是 比较partisan的 他不见识小丑 但是他觉得是 比较强硬的那些人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法 尤其在美国 您刚刚也说很对 美国是50州 每个州有自己的宪法 因为这个state 其实就是国际法上的国家 他是合众国 我觉得中文这个翻得很好 这合众国 所以他可以在各个地方 来做实验 所以我们刚刚讲出了 像加州啊 缅英啊 阿斯加 其实都已经在推行 而且他又是 还有华府 华盛顿州啊 不是华府 华盛顿州 他有些是全州 或者是联邦的选举 总统议员 有些是地方的市长议员 这样子 那他会分不同的 很多是地方成绩 其实不知道像纽约什么 他们都有在做 他举了一个例子 譬如说今天 假设这样讲好了 我来举例 就是说今天在某一个 是这个 你自己 党很有机会赢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选区里面 对 譬如说 他已经有一个连任的 这个议员了 可是我今天想选啊 对不对 那我出来选 人家就劝你说不行了 你出来搅局啊 你将来出来会两败俱伤 结果让对方 我们的对立政党当选 那你想一想 也对啊 因为我刚出来 对不对 而且刚出来的话 知名度也不够 对不对 所以这个 真的到时候 就是分了几%选票 就让我们自己人落选了 就变成搅局的罪人 对 他是说 如果你采用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 优先选择制 这个现象就不会出现 这个现象就不会出现 我就赶出来 因为各个政党都来参加 这个 在这个州里面 所有不同政党都可以出来选 对不对 就没有所谓自己党内互相厮杀的问题 而且进入第二轮的机会还蛮大的 如果知道他是选五个 作者的讲法是说 因为既然选五个不是选一个 大家的媒体曝光可能都会比较高 因为记者对于第二名第三名 第五名都会有兴趣 而且他都有可能出来 对对对 因为你永远不晓得谁会胜出这样子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所谓变成好像拖累自己政党 搅局者的这一种心理负担 而且很有意思可能会发生就是 初选的第一 第一轮的第一名 到后来可能不见得会当选 对 而且在美国出现过很多次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像很多国家 比方像法国总统大选 他也是第二轮 也是两轮 对所以会发现到第二轮都会有所谓的结盟 那出来的人可能就是比较中性的一点 对 这个出来中性人对于民主社会到底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会避免这个所谓的分立 对 这个加剧 大家就不会好用 就变成互相这个三风点火 去攻击对方来赢得自己这个立场相同的这个 其实简单来说 他就是个正常人 他比较正常的人 大家看着觉得说 跟我周遭旁边认识的这些朋友比较像 不只是说正常 而且这些人通常会有些理念 因为想要出来的人都自己有一些报复 有些理念 他就不会让这些常年把持这个位置 只因为他的正常立场就一直霸着那个位置 而且还有台湾跟全世界其实现在也都有 就是政治口水满天飞 那些人就一直政治口水 然后他不做事嘛 那你就用这个方式 其实加州自从2012年使用这top two之后 会发现很多现任的民选官员全部都落选了 对他就可以带动改变 对 因为美国现在自助在坐着在树里讲 他们常常八成的人都没有办法换掉 都是那批人站在这个位置 所以之前有参议员有些干到100岁 因为他制造这个政党对立 他就有一些基本忠实的支持者 那真正想要提出一些改革理念 或者一些比较有创意 想要做一些新的这个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些改变的这些人 通通都被排在门外 而且他这个讲这个 作者讲到这个双头垄断 其实还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参与这个政治 你必须要很有很有钱 要不然你根本没办法把这些 这些怎么说这样的一个金流 或者他这些connection打破掉 那一般人不会有这个钱 因为刚刚讲的这些特殊利益团体 他就会选择嘛 就选择这个初选一定会过的人 因为你只要过了初选就稳定当选 所以他就敢押 所以这个Porter就讲过 他的目的就是说在选举中有两种货币 一个是选民货币 一个是金钱货币 他要让这个选民货币的价值超过金钱货币 那因为否则金钱货币只有那些有钱人 或者是特殊利益团体刚才讲的 他们有他们自己想要推动的法案 不管是一届的 或者是保险界的 他们都有游说团体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就会压宝压到这个初选会赢的人 所以你要让这个所谓的选票的力量变大 因为你有这第一二三四五的选择 第二名第三名就可能赢过 原来在初选第一名的人 就让我想到刚刚你娘讲 想到这个作者里面引用一个这个共和党的1985年当时的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叫做Mark Hanna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政坛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是钱 第二件是什么我记不起来了 我们下面再谈一谈 谈一谈就是说他觉得这个除了选举机制需要改革 另外一个还有需要改革在美国的 就是美国国会的立法机制 通通被这个政党所掌控 变成政党党派的俘虏 他理由是什么 你跟大家谈一下 那像这样政党掌握了这个立法机制会有什么后果呢 哪一些恶果呢 那要怎么样改造这个立法机制 他里面您到时候可以简单跟大家谈一下 他用这个这个所谓的武力架构 去分析这个美国历史上的这个杜金时代 说明当时的政治产业就也是很烂了 这个全民共分 这个政治功能失调 政治产业自肥 回避公共利益 那但是他却引发了美国历史上进步主义的改革跟政治创新 您休息一下回来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欢迎回到中文年金书 我们今天是跟清大的何志永老师在谈天下文化出的这本书 政治成为一种产业 何兄刚才跟您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作者提到这个要怎么样改造美国立法机制 那他也用这个历史的故事来说 其实一些所谓在这个腐败的卧图上往往就是政治创新的一个卧图 来说明也就是因为这个当时杜金时代的腐败 引发了美国历史上进步主义的改革跟政治创新 您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他刚刚说这个国会 为什么那么腐败 其实在美国即便现在有些还没有还没有被改过 大家记不记得新闻说拜登希望去改那个参议院 这个冗长辩论的内规 后来被弄得就是怎么说一头包 很多案子都没通过 那众议院美国众议院有所谓这个程序委员会 叫Ruse Committee 那个力量很大 他也可以控制你立法案子 他们叫法规委员会 对 就是我们的程序委员会 就是Ruse Committee 对 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控制立法程序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这个 哈斯特规则 这个在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 这个是国会议长的这个 他可以控制要不要表决 即便这个东西受到在野两党的支持 但是只要执政党 他就可以把你搁置 对 他只要是执政党 他可以不管你的 甚至还有 我们知道美国是参众两院 所以任何的法案 一定要内容一致 才能交由总统来签字通过 那不一致 只要有一个字 一个标点符号不一样 他就要交由这个参众两院 叫Conference Committee 应该叫做协商委员会吧 可是你知道吗 最近这协商委员会都不太开 他都是由这个多数党 直接闭门会决定 然后在野党就 你就听他们怎么说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想要改变 可是发现改变不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董常发言 其实很有意思 所有的法案到这个参议院 这个参议院只要有 有人说我反对 我要出来讲话 他就被折制 你不能阻止他 除非你有60个人 严肃说叫他下来 那谁会有60席呢 现在很难到60席 现在参议院是50对50 即便贺锦丽 他下去也变51 因为副总统是兼参议院议长的 所以他可以一直讲一直讲 台湾以前是什么 什么有人 有立法员说 他是可以讲到一个小时多 美国记录我查过 他讲两个24小时18分钟 讲到你根本没法表决 他这个一定还不能喝水 我这个尿尿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起来有致了 就跟刚刚主持人讲那个 这个叫什么 杜金时代 杜金时代其实来自于这个 马克图文的小说 讲什么的 那个时候 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后面30年 很多比如说 发明的电话 交流电 然后一些摩根 这些大通 这些大型的公司也都出来 奇异公司 还有第一条 这个横贯 美国 铁路 对铁路也都出来了 看起来很棒 可是没想到 政治上 腐败 总统带头卖官 对 还有差距 贫富差距很大 4000个美国家庭的所得 等于其他人的所得 然后这个媒体服务政党 跟现在一样 然后大家还是有两极化 然后无视百姓利益 当时1882年 还有什么东西呢 排华法案 把华人全部赶走了 这就是人家说是 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 那其实作者提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 跟当时很像 但只是说 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在 这个 镀金时代 后面美国出现了 一个叫做进步时代 还有很多进步运动 主要是政治上的改革 社会上的改革 包含像这个 办初选 参议员能够让 普选来产生 然后不记名的普选投票 还有政治先进要申报 还有公投 都是在那个时代 陆续推出的 以及选举的妇女权 还有反垄断托拉斯法 科学管理 这个Federal Reserve System 也是那个时候来的 联邦储蓄系统 然后脱贫 教育 肺结核 这些东西 都是那个时代出来 所以他们觉得 当然也有 那个时候 有所谓这个 黑人的这种 种族的隔离政策 也是从那时候出来 一个叫做 Jim Crone Act 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但是作者觉得说 那个时候跟现在很像 可是那个时候 后来还是有一个反动 不是反动 就是算是一个 不是反正讲的 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反思 然后推动一些进步的改革 解决问题 那他们觉得 现在其实有这个机会 而且目前看来 有几个州 已经开始在执行 改变选举制度 因为改变选举制度 你有新的人进来 他就会改变他的立法体制 对 他们是希望 作者是说希望能够在20个州 能够找到 就是州法通过 采取他们的这一种 所谓的这个优先选择选举制 跟党内初选的五强制的时候 他觉得美国政府可以被改变 对 那只要20个人 这20个人进来以后 进入国会以后 有理想的人 因此而进入国会 他们就可以团结 他的力量去改革 所以您上次也讲到 像这个刚才也讲到 这个缅因州 华盛顿州 加州 阿拉斯加州 现在都有这一种 创新的这个实验 对 那作者他提的这个 政治改革理念 就是要改变游戏规则 改革这个选举机制 跟立法机制 你觉得台湾的体制 当然因为我们 不是像他那样州 但是如果有一个政党的 总统候选出来说 我当选以后要推动这个 你觉得他会当选吗 现在可能不会吧 因为我觉得台湾 但是我是觉得 会不会当然显示一回事 但是他要提出 让人感动的理念 他就是向前移动一步 必须要 要不然台湾其实 就是原地踏步了 对对对 而且等到民气汇聚起来 民主是人民做主的 对 你像他里面想到 很多州都是用这个 人民提案 就是我们的创制权 对 去创立这样一个制度 大家全部都赞成这个制度 就是用创制权 让他变成一个国家的制度 对 这个政党恶斗的情形 对 以及这种所谓的贪污舞弊 这种所谓立法 这种腐败的情形 就可以解决 所以 虽然大家不看好 我觉得美国 会朝这个步一步步前进 我觉得 已经看到一些契机 我觉得其实美国做得到 我们应该 有前去之间 我们其实是可以做的 对对对对 我们也有创制权 只是说我们现在执政党 不太喜欢这个东西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何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一集 谢谢 谢谢金老师 谢谢 谢谢